- 欢迎收看菜菜频道- 欢迎收看菜菜频道-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菜菜 我又买了淘宝 然后今天又到了淘宝开箱日 然后这一次呢买的是双十一的 所以蛮多都是有优惠的啦 这个大家想做哦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开箱 我们先开就是比较大件的东西 这个是这样一箱的东西 它是一个就是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那个自己弄豆奶的机器来的 因为其实外面喝的豆奶很多都是加了糖的 就是加了糖的其实它的功效没有到很好啦 就是如果你是自己打的话 你弄五糖的豆奶呢 可以皮肤白一点啊 然后风凶啊 就是最自然的风凶方法就是喝五糖的豆奶 我就一直有去淘宝看 可是就不舍得下单 直到就是有双十一的时候呢 就忍不住下单了 但是你自己也是要买豆啦 要买那个豆奶的那一个大豆 然后才可以弄到的 然后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机器 所以这是黄色这样子的 然后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给你流着掉它的那些渣渣的 然后还有一个suit还有说明书 就是教你怎么用的 上面这里呢 是有给你按钮选择的 它可以给你弄好像绿豆汤啊 红豆汤啊 或者是你要弄什么蔬菜 比较健康一点的饮料都可以的 里面是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你把你的那个东西呢 倒在里面你再盖进去 然后再power on它 它就可以帮你弄了 然后弄了过后呢 你倒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用这一个来filter掉那些渣渣 剩的就可以喝了 ok 下一样 下一样是这一个 这一个呢是一个护颈项的 因为有时候我经常按电话嘛 所以我颈项这里都会蛮容易酸痛的 因为我时常都是低头 然后这就可以给你护颈项 顺便是可以按摩颈项的 我们来开一开看一看 它里面呢是有一个说明书 然后有一个就是remote 然后有一个就是如会胶 是因为你按摩要涂一点 就是那种胶之类的 它才不会摩擦到痛 我选的是粉红色 它有粉红色 白色还有黑色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我是直接看粉红色 我就按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的里面 就是这样子的 你整个是这样子 套着 然后后面这里就直接可以是把你按摩了 这个要在上面下面都可以的 然后过后只需要就是 就是block那个sheets就可以用了 那好像是有几个人的 就是你用之前一定要用乳灰胶啊 一定 这里写的是一定要用乳灰胶 它这边有一个remote 它会教你就是这个remote怎么用的 然后呢 它讲它的这一些 铁板这些呢 它是加热板来的 就是它会给你热的 所以就是会给你 以热的方式来减少你的那个酸痛那些吧 第三样 哦我知道了 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应该就知道你们看一下的盒子 你们猜到是什么 这一个呢 是一个美容器导入仪 平时啦 我都会买很多 比较好一点的保养品嘛 如果你只是在表面层 它没有吸收进去的话呢 也是一样是没有效的 这个导入仪呢 就是呢 你涂了你的保养品过后呢 你以按摩的方式 再把那些保养品的那些东西呢 全部导入进皮肤内层的 我选的是白色 这边就是给你导入的 它里面是有一个充电的cable 它有给你光疗 光疗的呢 就是就好像fumax的时候 有时你去做facial啊 会给你照一种光的 然后这一个就是那个光 光的时候 它顺便可以给你提拉 然后也有眼部的护理 眼部的它就会比较轻一点 听到吗 有声 它是那种哦 你看这样子是没有电流的 然后你动到皮肤的时候呢 就开始是有电流 然后也有热温度的 OK 那这一个包到这样 我已经真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了 然后我们就来先开来看看 这是我买的一个装饰品 这个灯灯的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你开了它就有灯啊 因为我就看到那种很多他们房间弄到很美的那种布置啊 他们都会买这一些来做装饰的 就是这样子的 我买的是暖色系灯的 它有白色也有暖色 我买的这个是比较暖色 就是黄一点的 然后它这边是有开关的 plug的 好像这样子就关 这样子就开 所以你开这间也不用怕很浪费电 你可以按那个开关的plug就可以了 OK Next 哦 这一个我知道是什么 你们看这样子应该也知道是什么吧 这也是拿来装饰的 它是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 LED的时钟 这个时钟呢 它有给我一条 Cable 然后也有一个电池 它的电池是属于这一种类型 OK Next 剩下的都是衣服了 所以我就来跟你们讲一下衣服吧 第一件是这个 粉红色的 我看到它的粉红太美了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 它是一件胃衣来的 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是很疗愈这个胃衣 然后它里面的布置呢 是有一点绵绵这样子的 如果你去比较冷的地方的话 就不用怕太冷啦 然后我可以穿一下给你们看的 是这样子的感觉啦 就是每次出门都是穿 大概是这样子的衣服 然后下一件 黑黑的 这个是一字领的裙子 全黑的 然后它有一些这些 LACE的这些粉粉的 就是穿起来是很气质的 然后它的细节也做到很好啊 这边是全部的是有那种防滑的那些的 然后它还有送你一个透明的肩带 如果你穿不习惯一字领的话 你就可以穿这个透明的肩带 然后它的袖子这里呢 是这样子的 超黑暗公主系 然后这个是比较短裙之类的 然后它前面这里是有一点设计 然后裙摆方面呢 它是比较少女系的 然后也有一个网这样子 好呢 这一条呢 是一个 皮短裤 就是你配一个白色 比较单调一点的衣服啊 或者是小背心就会很好看的 然后它是伸缩性的 所以就不用担心穿不下 或之类的 然后口袋呢 它有两个口袋 这种穿起来啊 就是感觉你整个是很high暂 这种感觉 但是它的脚脚这边呢 它是没有车到很好 它这种是像剪开的那种布置 就很容易掉线 所以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洗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但是整体的quality是ok的啦 好呢 这条是一条连身裙 但是它的布超级无敌包 但是因为我买黑色 所以它是不会透的 很显身材的裙 因为你看它这样子小小这样子 但是它的弹性超级无敌好 然后这些扭扣呢 是它的装饰来的 你可以这样子扣到晚上去 就比较保守一点 那这条是一条白色裙 其实我之前买过很多白色裙 但是有这些作物啦 如果洗不好的话呢 它就会开掉 因为我觉得白色裙 特别好搭 然后这个里面呢 是有安全裤的 所以就不用再另外再穿安全裤 也不用担心 就掉了 拉链呢是在旁边的 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白色裙 好 next 这一个有点厚哦 看前面是不是觉得很单调 就一个A字 但是你看它的后面 它的后面是有设计的 有简单的字设计 然后它的衣角这里呢 是有一点破破的感觉 这个是它的设计来的 然后它是针织布的 很舒服 中国已经差不多要进入冷天了 所以它们的衣布都贵比较多 是偏向长袖啊 或者是比较厚一点的衣 所以我都蛮多买长袖的 而且我自己本身也很常穿长袖啊 因为我觉得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然后这个是一件小可爱的长袖衣 这是很可爱 它就是一件这样子的卫衣 可是呢 这个的布置就没有到很好啦 比起这个呢 这个的布置好很多 但是它其实也没有到蛮差的 它里面也是有这样黏的 然后也不会太透 所以就也蛮OK的 然后也是像刚刚那个粉红色 会一样的感觉 就是你配一个短裤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衣服 那你买的这种小衣 这一个是 哦 这一个是一个FORMA的外套来的 可以哦 很可以哦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很可以 然后它下面这里呢 你看它是 就是这里是比较短 这里是比较长的 就是不规矩 但是穿起来是FORMA的 然后整个家庭也很好看 很显腰 然后手这里也蛮蛮好看 我们看一下后面 整体就是这样很好看啊 它的这一件真的是值得买 然后里面这里也是不会看到口袋 口袋是在这个跟这个外面的中间 我还以为我买到的价钱应该会比较差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它的管理就这么好 Let's 哦 哦 这个是一个裙子来的 但是呢 它这个肩带这里呢 你是可以调的 看它后面这里是有扣 然后这里也是有扣 我的话呢 我会扣去最里面的 就是这样子 有两条肩带 这些图案呢 都是全部是 蒸绣下去的 然后后面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拉链这样子 这件裙可以有很多款式搭配啊 你要不能穿这裙吧也是可以 你要里面配一个比较半透明一点的那一种 网类的衣也可以 OK Next 这个呢 是一件卫衣 你看你要 你要这样子穿呢 也可以 或者是平一字领穿也可以 但是呢 它 触的毛毛太多了 看到吗 就是会起毛 所以这个的quality不怎么好 它是一件短款的卫衣 就是盖不过裤子 但是也不会看到肚脐啦 因为它是到这个长度 我的裤头在这里 然后过后它到这里 刚好可以盖过我的裤头一点点 然后这一件的话 我是会搭配就是 浅色的裤子 或者是黑色的也是可以 Next 这个是那个卸妆棉 它一个里面是有50个 哦 它双层的 除Toner的时候呢 就是你涂第一层啊 你是在擦掉棉上的肮脏 第二层呢 才是给那个Toner进入你皮肤 就是你涂了一层 你可以死掉上面的一点点 然后你再继续涂 这样子你的皮肤就会 弄掉肮脏的 再吸收剩余的保养品之类的 然后如果我买这个 它是全棉的 全棉的会比较好一点 Next 这件衣我记得 因为我犹豫了很久 我到底要不要买 最后还是默默的 加进购物扯 不解 不管 这一件衣呢 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字领的小可爱 就是它穿起来很有 小清新的风格 所以我就有买了 它的这里呢 是可以就是拉上来 变成是这样子的感觉的 然后它的袖子 这里是有 公主泡泡袖的 然后整个布置 刮离地都蛮好的 好 Next 这一个是一件长裤 可是它是扩脚的 因为我平时穿的长裤都是紧身的 小腿那边也是紧的 但是这是扩脚的设计 很多人问我就是你买淘宝的时候 然后你怎样直到来的时候 自己能不能穿 我平时买之前呢 我都会先看测试 我懂自己的测试大概是多少 这样子 不然就是买有 伸缩性的 然后衣服的话 我就不怎么会看 如果是裙子的话呢 我会看我的胸围 这里 开始 这是最后一个了 这一个呢 它一个里面总共是有三组 有一个这样小背心 这小背心呢 其实是要搭配这一个的 刚刚我说可以拿来搭配的 就是这个网衣 你可以配这一个 刚刚那个 这一个 这样子搭配也是会很 是自封的 但是呢 你穿这个之前里面 记得要穿一件 安全的小背心哦 是这样子的设计 搭配一个这一个裙裙 这裙呢 其实也是可以单穿啦 然后这一个呢 跟刚刚那个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它的布置呢 是比较缺纺布的 摸上去很舒服的 刚刚那个呢 它是jeans的 然后 这一个其实也很百搭 只是它就没有的调这个肩带 如果你是太低的话 你就里面配一个一楼 不要单穿出门啦 好 我这一次淘宝开箱 你就结束啦 你明天就是双十一了 你们去选拼了没有 11月11日 从12点am到11点59分 59秒呢 都会有优惠的 只需要在双十一当天呢 结账负面那边输入一个邀请码 就是 TV wish11 如果你是买499人民币的话呢 就可以扣50人民币的 可是只是给手机淘宝使用者而已哦 而且必须是要马来西亚的收获地址的 然后你们也可以留守就是淘宝的FB官方网就是 FB.Home-C.淘宝 抢更多的Promotion Code的 另外呢 还会有天猫购物津贴的 双十一当天呢 参与活动天猫商家满400人民币呢 就可以给你减一个50人民币的 如果你是800人民币呢 当然就可以减100人民币啦 以此类推就是没有到顶峰的 数量有限哦 先到先得 如果你不是买天猫是买淘宝的话呢 同样也是会有一个优惠的 就是双十一当天呢 参与淘宝活动商家呢 每满200人民币就可以减一个20人民币的 如果你是满400人民币呢 就可以减一个40人民币的 以此类推 上不顶峰还能领取5人民币的店铺红包哦 你以为只有淘宝才有店铺红包吗 不是的 天猫也是会有店铺红包的 可是天猫呢 你是需要上到天猫全球官方 店抢他的店铺红包的 满299人民币呢 就可以抢一个减30人民币的一个红包 如果是599人民币呢 就可以抢一个减80人民币的红包 如果是999人民币呢 就可以减一个150人民币的红包哦 数量也是有限的 是先到先得的 如果你是在双十一当天 12.11am哦 是半夜哦 am哦 使用信用卡在手机淘宝抢下单的话呢 只是需要满马币222令吉呢 就可以减一个马币111令吉了 对就是减掉一半的 可是他是数量只是限定999个 如果你抢不到这个999个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还是有另外一个回扣的 就是你只需要买满马币399令吉呢 就可以给你减一个马币50令吉的 这个呢数量就有比较多 就有9999个的 名额也是有限 用完为止 记得必须要打开你的国际支付哦 至于国际支付应该要怎么打开呢 首先你去到我的淘宝 然后去设置 设置那边呢会有一个账户以安全的 然后里面呢会有一个国际支付管理 你只需要设置为国际支付就可以咯 就有很多人问到 我应该要如何支付才可以达到优惠的 就是付款的时候 也另外可以达到优惠哦 不过是你买抢店铺红包 连付款都可以达到优惠哦 就是你只需要用手机淘宝的APP 跟PC网站使用online banking的话呢 就可以免1.5%的手续费 也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的 如果是本地银行信用卡呢 可以免3%的手续费哦 可是你必须要先抢券再支付 多领多用 以上的这些优惠呢 全部都是有限的 都是先到先得的 所以双11那天 从11点59分就可以开着电脑 在电脑面前等待啦 你们可以先把 就是你们想要买的东西 先加进购物厂 然后过后有优惠的时候 他们那边自动会扣了的 然后过后你就可以在很快的时间抢到 付款啊或者是优惠券啊 全部都是可以比较快的抢到的 我连我的小小的tip都给你们分享了 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双11 美好的购物 然后你们买到什么 就是觉得很想要跟我分享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下方留言给我知道哦